這裏是Towton Road,轉向下面是Simco街 拍給大家看看 北面是大學 現在我回到南面 背後是大學和學校 我現在向南面走 帶大家看看這裏的街景 這條Simco街是一條很舊的街 變成兩旁有很多商店 有些幾十年一做就做了 拍給大家看看 還有一間Pizza Hut Pizza Hut也是說一些不笑的笑話 以前的香港人說 吃Pizza一吃都要黑 真的要黑一些Pizza來吃 Pizza Hut 我第一次見Pizza Hut 就是做太古城 太古城我當時 安裝了冷氣 冷氣風喉 冷氣系統是我們安裝的 我第一次入冷氣行 做的地盤就是太古城 那時候 一邊做 一邊有商店一邊裝修 一邊裝修 擺招牌寫Pizza Hut 然後中文就寫必勝客 就覺得 真是很厲害 這個外國人的東西 真是 崇洋 崇洋 美愛 那時候我一邊裝修 我們就 一邊裝修 圍著那個 一邊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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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一個流冰場來的 那時候很厲害 有個珍雪流冰場 太古城 哇!威風到爆了 珍雪流冰場 後來當然多了很多地方 有流冰場 那時候剛好一起好的 太古城珍雪流冰場 真是 真是 出名到爆炸的 不知道你知道嗎? 或者如果你知道 在下面寫幾個字 我就看著它建的 看著它 下石屎 鋪那些 冷凍的喉管 然後 下水 然後結了冰 找一輛大的車去磨冰 我親自一一目睹 沒有什麼 真是 只不過是 當時真是 第一手經驗看到 這個 Roxeland 又是一條大街 轉進去Roseland 鬼佬都有兩個讀音 好奇怪 它是不是 愛爾蘭人 還是 英文人 讀法不同 英語的Roseland 會比較像 為什麼叫Rock呢? ROC才是Rock 很棒 以前我做過一間抗音機廠 有一條鬼佬 哇 那些英文真是 難聽到 抗音機廠 那些燈 都被撤了之後 我在 Canadian Tire 看到它 抗音機廠 那個 那個 集工還是什麼 我說 哇 你從抗音機廠 轉過來這裡 Canadian Tire 做 它 立刻 態度轉變 欸 抗音機廠 那些 垃圾公司 啊 Canadian Tire 大公司 就威水 這樣 只是打一份工 這些 真的 一 叫什麼 一轉了 就變 還是 一反 總之反轉豬頭 好啊 那時候在抗音機廠 我印象最深 就是去一版一版貨 抗音機 推來推去 有時候整箱要撐起來 嘩 這裡好像力大如牛 那樣 拼來拼去 那些東西 真是厲害 萬分敬佩 哈哈 好了 到了Visun 那就 切斷它 多謝收睇 歡迎訂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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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